一、一转眼,孟晚舟带着电子镣铐,在加拿大已有四十多天。 三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当初要求逮捕的美国方面,还迟迟没有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,加拿大心里有点苦。 对于媒体的询问,加司法部发言人麦特劳德也表示,美国尚未正式提出引渡请求,包括证明档案,他们必须在2019年1月30日前递交申请。 之后,加拿大还有三十天时间来决定是否授权继续此案。 请注意,1月30日是一个关键点,现在都不足十天了,但美国迟迟没有动作。 为什么还没有引渡综合外媒的分析? 不外乎几个原因。 第一,可能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,公务员没有工资,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影响。 第二,美国也在观望,也不想因为这起敏感的案件,影响到更重大的事件。 这个,你懂的。 第三,那就是西方效率问题了,或者证据材料也不够扎实。 当然,也不排除其他的各种考量和博弈,但毕竟只有这么几天了,过了这个村,就没有那个点。 如果到1月30日,美国还是没有提出引渡,那加拿大将不得不释放孟晚舟。 如果真是那样,对孟晚舟来说,毫无疑问是最好的结果了,也算是有惊无险吧,那他将可以顺利离开加拿大。 其实,对加拿大来说,这也可以大叔一口气了,一块烫手山芋,就这样终于离手了。 二,当然,这是最好的可能。 各方也在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,美国现在没提出引渡,但如果最后一刻,美国人又引渡了呢? 那接下来,很可能就是冗城的引渡城市。 孟晚舟方面,肯定会进行法庭抗辩,那势必是一轮一轮的法庭较量。 弄不好将持续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。 这种敏感事件,肯定严重影响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,进而对中加关系带来严重冲击。 事实上,自孟晚舟事件后,本来很不错的中国和加拿大关系, 已经不断在恶化。 加拿大方面最近也是动作贫人。 一,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龄的话说, 加拿大在大搞麦克风外交,总理特鲁多不断给各国政要打电话,寻求他们的支援。 二,加拿大外长弗里兰说, 加拿大感激最近几天德国、爱沙尼亚、法国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荷兰、英国和美国给予的支援。 三,弗里兰还宣称,他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时, 将向国际政治和商界领袖提及中国的所作所为。 当然,中方也是以变应变。 比如在1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,有记者询问,加拿大总理府发声明称, 特鲁多总理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,感谢德方公开支援加方。 特还在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话谈及家中争议事件。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 华春莹当即对了回去,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。 加方有关做法,让人想到一个中国城与曲张声势。 首先,加方搞麦克风外交,试图拉拢一些国家给自己帮枪。 是无法改变事件的本质,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 其次,加方称,感谢一些所谓盟国对他的公开支援。 三,我们注意到,加方提到的德方并未释出相关讯息, 所以我不知道加方所说,德方公开支援从何而来。 另外,加方还提到了新加坡。 我们注意到媒体报道新方表示, 所有国家在处理涉及外籍公民的案件时,应依循正当法律城市。 这话说得很对,因为中方正是秉持法治精神, 严格按照法律城市来处理有关案件。 我们希望加方也能如此,意思也是很明确的。 第一,麦克风外交。 加拿大里搞找一些帮枪的国家, 这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 第二,人间不拆。 某些国家所谓支援加拿大,其实也是碍于情面。 说一些魔人两可的话,他们根本不想躺着烫浑水。 三,接下来,如果美国真提出引渡,加拿大该怎么办? 在加拿大克莱顿大学教授E恩里BLA非华一看来, 如果陷入旷域持久的法律城市, 毫无疑问将使中加关系变得更加丑陋。 这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。 因此,最好的方案,就是外交解决这一问题。 比如,美国可以保留指控, 但即使法庭同意引渡, 最终决定权仍在加拿大司法部长手里。 而且,他以前出手也不是没有例子。 用李教授的话说, 这不是在削弱法治, 这实际是在履行法治。 更何况, 谁都清楚, 孟晚舟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, 以至于华盛顿刘茂都曾说过, 美国要求加拿大方面逮捕孟晚舟, 这是一个可怕的政治错误, 一个蠢的不能再蠢的策略。 司马昭之心, 路人皆知吧, 斗争还在继续, 但一个关键节点即将到来。 对加拿大来说, 现在无疑是最头疼的时候。 第一, 加拿大真是有苦说不出, 因为躺了这趟浑水, 本来不错的中间关系, 现在严重恶化, 而且, 美国还迟迟没提出引渡申请, 加上美国政府那样的表现。 国际社会其实也都明白了, 这是一场对准华为的预谋, 不管加拿大怎么辩解, 怎么麦克风外交, 其他国家心里都清楚, 加拿大这一次, 真是被美国当了枪使。 第二, 加拿大也在苦寻解套之际, 麦克风外交拉拢盟友, 对中国施压, 一方面确实希望中方软化应对措施, 另一方面, 也多少是维护自己面子, 但抓人肯定得罪了中国, 放人又怕再得罪美国, 而且, 还要找到理由能自远其说, 加拿大怎么走出这个坑, 也确实不容易。 第三, 最终, 解铃还需细铃人, 但问题还是要解决, 中加关系要避免进一步恶化, 争结还是如何处理孟晚舟事件, 美国不提出引渡, 加拿大顺势释放孟晚舟, 这是最好的结果, 但不管引渡不引渡, 最关键的决定权, 还是在加拿大司法部长手里, 他拥有相关的权利, 也承担住最大的压力, 但从加拿大国家利益看, 不仅快放人, 事情终究还会不断发酵, 更何况, 中国也不是没有手段的, 斗争将变得越来越精彩, 怎么说呢? 从最积极的角度看, 我们这一代人, 也算是赶上了吧, 去年12月11日, 王毅就在一次公开演讲中, 就说得相当明白了, 我们时刻关心, 每一位在海外中国同胞的安危冷暖, 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, 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, 将权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, 还事件一份公道和正义, 会不会坐视线来哦, 对于任何肆意识的霸凌行徒, 也许会不会坐视线来哦,